会看不太懂这个程式写了什么 但是慢慢的话 你会发现你录的程式越多 你的经验值越够 然后你越来越看得懂程式 所以我建议你录完之后 你可能要review一下 到底你刚刚做什么 我刚刚讲 聚集其实是把你刚刚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把它变出来而已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对应一下 刚刚我们插入蓝的动作我们做什么 还记得吧 这个就是这样 我在先选取低蓝 所以你可以在这上面加注解 注解建议开头一定要单引号 单引号就是注解 比如说第一个step 我在这上面 比如说插入低蓝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加入一个 可以把那个注解 注解特别注意 开头只要是单引号 这个程式就不会被执行 这个就写给你自己看了 有没有 那底下就是什么 Colens 慢慢可能要学一下 你说到底聚集跟VPA 怎么去控制Excel的 就透过物件 物件后面通常会接一些所谓的方法 方法就是动作 什么动作 点slate 就是选取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一看到 insert 所以这边的话 第二个动作其实就什么 所以第二个的话 就是 应该这个才是 这个应该是插入低蓝 这个是选取低蓝 然后再来 这个的话就是选取低蓝 然后再来输入年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输入第四个 就是输入公式 就是游标放在低蓝 所以你会发现哪个储存格 但是类似它都有range 然后里面的话就会放哪一个储存格的座标 但是类似的话 游标就会放里面 但是类似 然后输入公式的话 就会用这个方式呈现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那 这个公式有点怪怪的 这公式为什么它是什么 rc-er 然后呢 明明我们原来公式 我把它执行给你 执行给你 明明 它这个地方 讲的就是什么 laps 这个叫c 有没有 c2 可是问题这边为什么呢 它会写成rc-1 跟各位讲 因为聚集录制是写给电脑看的 电脑逻辑比较是属于什么 相对位置 所以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蓝 如果r 后面没有中光阿福的话 那表示是同一例 c后面如果有负的话 就是蓝 蓝的话 负的话表示是什么 向左蓝 正的话是向右蓝 如果没有就同一蓝 不过你会想说 好像这个我完全没办法理解 对 如果你没办法理解 没关系 你知道就好了 像如果我自己来写 我不会写成这样子 这样太难理解了 那怎么改 待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 向下填满 最后我们是做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就是向下填满就是autofill 有没有 然后disnation就是这个范围 好 那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路自去旗 其实第一个它没有优化 所以城市写得很啰嗦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的精简一点 可以 哪个地方 像我自己路啊精简的话 几个地方可以改 第一个 这两行其实可以改成一行就好了 什么意思 以后你看到有select的动作 产生一个selection 其实你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就是不用select再selection 什么叫select再select select就是选举的动作 selection就产生一个范围 就是指的是那个范围 感觉有点啰嗦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直接的吧 就是这样 第一栏 第一栏其实不用再冒号的第一栏 其实再更简单你写的这样 我要在第一栏插入一列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参数这些 其实跟各位讲这个也可以deletele 所以啊 如果你假设要优化城市的话 然后直接插入第一栏的话 其实只要写成这样就可以 OK 所以哦 那你说老师我不改各位 也可以啦 只是说不改 看起来就觉得很啰嗦 好 第二个的话呢 以这个来看 第一栏放个年 其实一样的道理 点select跟这个 其实跟各位讲 一直到这里 通通可以把它deletele 其实以后写这样就好了 原来是写这样的 我跟各位讲 要是我自己写 我写这样就好了啊 意思是什么呢 我把年这个字放在D1那个储存壳里面 OK 这样就可以了哦 所以以后你慢慢 录制是一回事啦 但是你如果要改比较精简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调 OK 特别注意 他这个不是一定必要的 你说老师不改 也可以啦 你就 只是看起来不舒服啊 然后看起来很啰嗦而已 就这样吧 好 所以 录制聚集是一个 我是觉得是一个洁净 然后 至少你会 可以把程式写 这个怎么怎么 这个一样哦 你可以 等号 把公式放进去 可是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是 什么Rc-1 我跟各位讲 Delete掉之后 等号一定要留 这个双引号里面等号也一定要留 那里面的这个公式 我是建议你直接把它变成这个 不要用这个 不然这样很难理解 我看了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C2 直接改C2就可以了 那这什么意思 我直接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橱球楼里面就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呢 那这边还有一个 selection.autof 因为我们前面都没有select 所以也就没有selection 所以建议直接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selection 直接改成叫D2 为什么 因为D2指的就是RangeD2 RangeD2 这个呢 你就直接从这边向下填满 直接autofill 到底下去 最后它会多这一行 这个范围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有点多余 这一行没也没关系 因为你已经填满了 你干嘛还在把它选起来 OK 不用选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你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所以最后的话 其实精简完 只要这四行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Range一下 给各位看 比如我这边 这个我把它delete掉 那优化的结果 有没有感觉清爽很多 本来城市一大堆 现在呢 就只有这几个 执行结果也不一样 我按F8好了 不然直接按执行太快了 OK 音色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以后你写这样子 这就差为一栏了 那你其他栏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记起来 因为以后自己写嘛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如果你都可以把它记起来的话 那所有动作你就写完了 那就OK可以Range了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把您放进去 第三个呢 输入公式 第四个呢 向下填满 结束了 OK 好 那一样的道理 你说老师 那如果待会呢 我想要在这边 加个曲好了 OK 那曲的话 其实不用insert 直接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底下 那是不是就是直接自己打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不用insert 那我可以直接把这三行复制一下 我不用录了 当然如果你要重新录也可以 就是说有点太麻烦 你可以这样比对一下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g1 所以你就可以把g1 放什么呢 放个年这个 放曲 然后公式的话 就是把它加上 曲有曲 公式是什么 应该知道吧 用中间的第三个字 取三个字 应该是第四个字吧 取三个字 所以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文字类里面的一个函数叫mid mid mid函数 然后呢 他这个 第四个字 这个地址里面的第四个字 我要三个字 中正区 然后向下填满 如果呢 我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 记得哦 你复制完之后 你要切 切不过去 记得要取消 再切到viso basic 然后呢 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 贴到这上面 填满的范围 因为不是滴蓝 而是曲蓝 所以这个要改 这个要是曲 只要你看到低 就把它改成曲 所以这边要改 这样的话呢 曲好像就搞定了 应该看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刚刚写的这个 直接把它先删掉 然后再让它跑跑看 可能会有个问题 将来可能要调整一下宽度 这个待会再看 然后我们就直接 让它乱 这个也把它删掉 所以一起乱 有没有看到 这个有了 这个也有了 因为堆蓝了 然后最后就一个路接到 那请各位续一下 所以我刚刚 第一个 针对刚刚插入蓝 我只是把它加上注解之后 然后再把城市精简 这个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我云端或讲义里面 其实也有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注解的 在第几页 第13页的 这个我是足房加注解的 你们可以自己参考 然后呢 这个底下是精简的 有没有 就是这样 精简 然后 这个是插入区的部分 至于路接到太复杂了 待会再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